Hello,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Wendy 今天呢,唉,瞧瞧,不一樣喔 了不起,了不起,北伊女洲 沒有錯,今天呢,穿上制服,來到了西門町 因為呢,就想要跟各位一起來回憶一下 我當年高中時候去的哪些地方 同時呢,今天晚上,非常的期待 因為我要跟我當年的好姐妹淘 我們11個人當年是在北伊的月衣騎隊 吹Sex風 所以今天晚上我們要有一個聚會 去吃麻辣鍋,還有燒烤 我想說趁這個時候,大家婆婆媽媽聊天的時候呢 也來討論一下 當年當了學霸,進入北伊女洲 學校教了我們些什麼 是對人生有意義的呢? 偷偷告訴你喔 我們的答案跟讀書沒有關係 同時我們也會邊吃邊聊 討論一下,當年有沒有後悔 因為讀了女校而不能做的事 再偷偷告訴你 女孩們的答案會讓你很驚喜 嘿嘿 既然我們已經決定要穿上當年的北伊女中制服來聚會 那我們就回到當年我們最常聚集的西門町 來煩惱環童吧 哇塞,剛剛超興奮 居然有人真的以為我是高中生 還問我是高一還是高二 感動耶 我們在吃麻辣火鍋跟燒烤 這邊是我的好朋友,好姐妹們 老天,又溫 這邊又溫 這邊又溫 還有林瑞 哈囉 你們那邊吃的如何? 你們吃麻辣鍋嗎? 還不錯 還不錯 你怎麼問我 這個我一直用 那來聊一下 你覺得高中學到最有用的技能是什麼? 高中 我覺得高中有學到任何技能 跑步什麼? 我覺得有耶 跑步跑幾公里? 二公里嗎? 有這麼遠嗎? 跑一間五 三二一啊 三二一 三二一 對啊 對啊 所以跑步是 啊,跑步就是負責嗎? 要去跑步這件事情 對 所以你以前跑步現在很厲害嗎? 可是你最喜歡的運動是什麼? 就是到現在還有在做的 什麼? 我現在不會 我現在沒事問錯了 你也不會到外面 可是我會跑步 那你呢 你覺得是游泳嗎? 游泳 因為有時候都說要游 來回要 你的畢業啊 這個高中的精英教育 我覺得高中那時候就是要學 完全排球游泳車 零豪步 所以我學很多不同的 然後我覺得 這讓大家一樣 我至少覺得 可是學到 就是好像學什麼運動都要就是 要學會最有樣子 然後要學得比較完美一點 應該是跟朋友相處吧 跟朋友相處嗎? 因為成績不一定不一定是最好的 因為大家都太厲害了 大家太厲害 所以你覺得學到是有自信心嗎? 就是自己永遠 自己不可能是最厲害的 就是可能只是平常的人 學生為肥育女為榮耀這樣 啊 但是考最後一名也沒關係 反正已經進肥育 反正已經進肥育 也沒有這麼差了 就覺得可能太別人 現在第三輪吃到飽的菜上來了 那我們影片下去之前 大家記得在下面留言 猜一猜 接下來四個選項當中 女孩們最後回高中沒有做的事 第一個是沒有招男朋友 第二是讀了女校 所以朋友都只有女生 第三是沒有偷的化妝 第四是書讀得太好 可能以後找老公 不容易啊 那自己 你後悔高中沒有交男朋友嗎? 我覺得還好 真的 因為我認識很多好朋友 那就沒有覺得說讀個女校 就是讀女校沒有交到男朋友這件事 會覺得浪費青春 對 因為其實我從國中就是女生版 我一直以來都是跟女生 就是跟女生相處比較自在 所以我覺得還好 真的 那林玉你 你高中時候有交男朋友嗎? 沒有啊 還是有想過這件事嗎? 高中時候是對異性相對來說是比較好奇 是沒錯 我男朋友們在女校 所以 如果人生可以從來 還會讀正義學校 還是會去復讀 我想可能還是一北約 可能還是會讀北女 那為什麼 我覺得北約真的不錯 可以跟一群 相對來說就是 很優秀 或者是比我還優秀的 人一起相處 真的是蠻好奇 對 多年之後 一起吃火鍋 每次相見都在吃火鍋 對 誒 誒 宥文的蝦好吃嗎? 蝦蝦還不錯 但是臭豆腐最好吃 對臭豆腐最好吃 對臭豆腐最好吃 超好的 吃完了 那宥文 配 你要負責爆料的部分 好可怕啊 你要問什麼問題 我就聊聊你我們以前 聯誼的事情 其實我也不記得 那 以前高中聯誼是什麼經驗 你們有去聯誼嗎? 我們不是都在認真念書嗎? 有啦 有聯誼 我跳了 說跟誰 喔 建中薩子公社 你們有嗎? 有有有 建中薩子公社 有有有 那 那 你現在長大之後啊 只是一回想當年 當年出聯誼的時候 就是該化個妝 我覺得可能 對 我覺得到時可能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對 我覺得當年沒有化妝 是因為學校不准 但是其實我們不知道 別的學校都在化了 只有我們沒化 就是大家說 大家說這個學校 就是都是書呆子 那也是因為我們學校都不准化妝 化了之後其實也會變蠻多的 那你覺得 對 因為我最近有在思考啊 以前高中的時候啊 那時候進了 然後我爸媽就說 完了以後嫁不出去了 或者是 一定很晚之後才會嫁 你的感覺是零的喔 年輕的時候 應該都不覺得 需要就是 會想要進 會覺得自己過得很好 真的 可是會不會是因為 就是那時候高中 書讀得不錯 大學也讀不錯 然後就是覺得 Focus 注意在自己的未來 不覺得想要自己闖個事業啊 也就不會想到說 我要成家自己成家 對啊 這時候不覺得 就是有這個必要 真的 老田你的學生 高中女生們 也是同樣的想法嗎 要靠自己努力 然後 然後就沒有想說要結婚之類的 差不多耶 可是高中應該沒人想過吧 我覺得對高中 我覺得對高中來講 結婚有點太久了 對啊 可是我記得 我們家人心的時候說 完了完了 你們家人都幫你想得好遠 對啊 他們顧慮得蠻遠的 那現在會懷念高中 或大學的生活嗎 還是覺得 算了 就是 也不用再考試了 老實說 我最懷念的就是 高中的生活 是懷念跟我們的那一段嗎 還是其他的 當然是 當然是跟你們的那一段 其他的那個老師有什麼 好像 那個排球要弄到多高 對啊 我也是覺得 你可以講其他人嗎 快點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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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剛吃完飯 對 我們剛吃完飯 高中生們 高中生們 耶 高中生很開心 謝謝 那今天晚上的聚會就到此 成功圓滿的結束了 今天晚上非常的開心 跟老朋友 好姐妹們聚會 然後天南地北的聊 分享了很多開心的事 也一起來痛慢一些 平常生活中 都共同遇到的遭遇 那我覺得 當年其實在高中 也非常幸運 可以認識這些姐妹們 一起天天練Saxphone 當時高中一起經歷的回憶 也是我們現在每次聚會的時候 都會一起回顧的 所以覺得好幸福 也很開心 很期待下一次的約會囉 掰掰